阿弥陀佛 我是禅宗师父 今天继续为各位简介 阿弥陀佛本身的姻缘 今天所选的经典是 悲华经 在这一部经典当中 所介绍的阿弥陀佛 他在过去生中出生的地方 是在三提兰国土 而这个三提兰国土当中 阿弥陀佛当时被称为无真念王 也就是没有任何争论 然后正念的念 无真念王 因为他的大臣有一位叫宝海 劝告他说 你要随着这个宝藏如来修行 所以阿弥陀佛在过去生又称为无量静 无量的清静的意思 这一个当时他身有千子 就是说在修行他还没有出家 过去生的时候 他有一千个孩子 而他的长子称为不逊 后来成为观世音菩萨 他的赤子称为弥摩 也就是成为大势智菩萨 也就是西方三圣 跟随在左右两侧的 一位为观世音菩萨 一位为大势智菩萨 这两位过去生也就是他的长子跟赤子 那么其后剩下的孩子 比如说像文殊师利菩萨 普贤菩萨 还有阿促佛等等 这些都曾经当过阿弥陀佛的孩子 他的大臣叫做宝海 宝贝的宝 大海的海 宝海也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所以他在《悲华经》的记录当中 认为释迦摩尼佛他是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他是阿弥陀佛的大臣 这一世的大臣也称为宝海 另外他还有一段记录 《悲华经》 他说在山迪兰界这个国度当中 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人寿可以夺到八万岁 有佛出世 套约宝藏 有转轮圣王 名无量尽 然后主持四大天下 三月供养宝藏如来 以其底丘生 以示善根户 以这样的一个善根获益恒河沙 等阿申起劫仪 使入第二 恒河沙阿申起劫当得作佛 靠无量寿 世界名安乐 长生光照 众广周扎十方 各如恒河沙等夫婆世界 那《悲华经》这一段的记录 就是在谈论 就是说阿弥陀佛在前一世 他经过一个恒河沙集 然后进入到第二个恒河沙集 才称为无量寿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进无量无边的恒河沙树 在供养宝藏如来 以及比丘生 所以他到了第二恒河沙 阿申起劫的时候 当得作佛 而这个时候呢 他的名号就称为无量寿佛 这是《非华经》所记载的 阿弥陀佛的生平由来 今天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是陈松师傅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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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